我們久違了很久就沒有見葉師傅 記得我們一年前一起做過節目 十幾年前 有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我和你都這麼合身 這次找葉師傅 其實是我的教練 跟我們聊幾句 沒原因很簡單 首先我找你 你喜歡吃榴槤嗎 我是榴槤王 是榴槤的愛好者 除了榴槤之外 剛才我忘了介紹 葉師傅是金埔拳王 又玩踏拳 又豐富了了得 又喜歡吃東西 非常喜歡吃東西 所以要keep fit 所以你們要keep fit 就找葉師傅 他現在都有管 跟大家操練 但今天最重要是 找葉師傅上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葉師傅有些棒的介紹給大家 首先申報你 我不會吃榴槤 我怕了 但葉師傅有些棒的介紹 你介紹一下 為何有些棒的找到回來 其實我剛剛代演了一隻 馬來西亞的最頂級 四十年金種子 貓三亡的榴槤 這隻榴槤 也是用了一個非常之 因為很多榴槤來到之後 你會發覺他們的品質 有點偏差 我聽說好像不夠新鮮 是吧 即榴槤也要新鮮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 你經過一個運輸 還有一些 用雪呢 很普通的放進雪櫃裡 雪完 冰完 即是冰鮮過來 但其實吃到最新鮮的位置 應該是用逆淡的技術 用逆淡的技術 我聽說逆淡的技術 有 有 用淡氣 即速動 即流體 例如魚 你一用逆淡淡氣 它會馬上死 然後你放進水 溶回去 馬上會生 即是用這個技術 去做榴槤 好 那些榴槤 你簡單講講 跟平時我們吃開榴槤有甚麼不同 吃到樹上真的 吃到榴槤味 對 所以大家 如果聽到葉師傅介紹 其實應該真的試試 好 但最重要的是價錢如何 當然有直播價 有直播價 因為我介紹 很多人都聽到 都會上來試試 但問題是試不夠 你要是否給一個優勢 即是說 梁錦祥介紹過來 給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這樣可以嗎 當然 當然 大家可以問葉師傅 那時候 葉師傅一定會給一個好 但記住要大餓的 是梁錦祥介紹的 除了榴槤之外 還聽聞 因為現在 舊歷已經是六月 中秋節 差不多是中秋節 有沒有一些月餅之類 介紹給大家 那一隻是全世界 比喻為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冰皮 榴槤冰皮 榴槤冰皮 有沒有黃的 有沒有黃的 全部是榴槤 全部是榴槤 是黃色的 這個比較另類 但也是正的東西 沒錯 Anyway 大家可以想想 因為時間很充足 很多人都早訂 但榴槤我相信大家不要猶豫 如果你吃的話 就馬上找到葉師傅 但記住 答我阿朵 講明阿梁錦祥 有一個少許的折扣 可以留言 好 至於具體的聯絡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總之要找到葉師傅 今天 這個直入廣告的產品介紹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有 葉師傅再有正事 再介紹給大家 好嗎 好 拜拜 古今重要戰役一百門 主持梁錦祥 鐵艦 古今一百場戰役 跟大家見面 今天這個 很精彩 很精彩 是 風林火山 是 風林火山 你記得年紀之前 很多人貼上去 自己的盔甲上 我想這件事 就源於日本 風林火山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影武者 但其實人們貼上去 知不知道為什麼 人有型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中國爺 風林火山 是中國爺 中國爺 我們那些 不知道什麼 那些 對的那些 戰術 日本人是抄了 其實都是原始中國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但我們作為一個 戰役的講解節目 我們都要講一下什麼 叫風林火山 風林火山 應該有四隊 四種的戰術形態 什麼 什麼 步兵 風如梁 量如風 烈如火 隨如霖 不動如山 應該有個次序 總之他們說 我那些步兵要怎樣怎樣 我那些騎兵要怎樣 火就騎兵 四個 劫略如火 我記得火就是紅色的 應該是騎兵 綠色的 徐如林 就是步兵 應該是第三個 但最重要的是 是不動如山 不動如山 是放在那裡 一定不動的 但我看影武者 山動了 他輕出了 然後就輸了 就是步陣的方式 今天我們講這個 就是長條之戰 應該是公元1575年 很容易記 這場仗據說是騎兵對槍隊 我們以前看電影 或者一直印象都是 積田的火城昌的大勝騎兵隊 我們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火城昌 火城昌 就是像我們以前說的 那些鬼佬 用繩子點著一條火 打槍出來的 然後通通通 有顆石下去 然後就 打槍出來的 兩邊其實都很想贏這場仗 就是一場決戰 是 但是我們看那個 因為有戲 是 那就是他在那個 木蘭那裡 就把槍都推出來 是 那對方 這套戲裡面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影像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 就是有一班小朋友在唱歌 首先 跟著那些騎兵才殺到來 是 就有這些火城昌 對騎兵 但是 當時日本 其實是哪一個 引入這個火城昌 阿信長在那個 叫做 他有一個 不知叫做 什麼 就是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那個叫界的地方 就在那裡 就是開放那個港口 給荷蘭人在那裡做貿易 那麼 阿信長本身是一個 比較上新潮的人 就是不會說 我們沒有事要傳統 我們要拿刀 他覺得 就是 科技去到這個 就是荷蘭英科技 是對他將來的發展 很有幫助 他當時就大量買這些火城昌 嗯 但是那個火城昌 實際上是怎麼操作的 就是 就是後面有一條繩子 但是前面 就好像我們 就是我們剛才說 那些鬼佬的槍 就是進一些火藥下去 就是進一些火藥下去 就是整一顆珠下去 然後後面點火 就打出來 啪一槍 每一次入彈 和塞實的子彈 都要成30秒一次 就是30秒打槍而已 但是那個射出來 那個未必中 就是從來都不中 所以他們 那時候沒有來覆線 那些子彈射出來 基本是到處飄的 但是他大堆一起射的時候 那個 就是撞到的人 機會都大的 但是 當時那些武士的甲 頂不頂得住 那些彈 都頂不住 都頂不住 如果打中了都很傷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戲 那是排槍 就是一排打完之後 接著第二排 第二排 文說就是 現在很多人翻案 其實是老作的 因為很多日本的學者 都曾經模仿過 即是 那時候 積田信長的三段射擊 是很出名的 即是三段射擊 當然 就像電影一樣 第一排打完 那一排就退校 就好像一種連續性 不會停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他試過很多次 第一個打完 一拿起一支槍 那些火星 即是火星槍 那些繩子 那些火花 會飄的 那第二排走去打 可能未打 未擺好一支槍 已經點住了 就打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三段射擊 就不是這樣解釋的 那他說 其實他可能 當時 信長的三段射擊 的意思 是說 有三個人一組 這套戲 這套戲不是這樣說 對 套戲這樣看 好看很多 這套戲 這個也不對 因為現在在那個 叫有可原地方 這套戲裡面 我們現在看小說 對積田用的 所謂馬房山 那些馬房山 真的很神的 覺得很厲害 可以攔住 武田的騎兵 那時候我們看小說 就覺得 武田騎兵 好像風那麼快 還要侵略如火 很厲害 後來信長想到 用這種馬房山 令到那些馬 衝鋒不到 再加上 在後面放一些火城槍 破了那些馬陣 破了那些馬陣 我們說的 我們之所以選擇 這個戰型 據說 這個應該是歷史上 第一次 破火城槍 對馬陣 破了馬陣 但其實就不像電影 第一就是 當時基本上 在武田那邊 武田圖的騎兵比較厲害 其實不是因為 它有騎兵隊 而是有一群騎馬武士 其實它是沒有存在 那隊騎兵隊 因為其實有些騎馬武士 為什麼武士要騎馬呢 就是方便傳遞消息 和控制大局 因為戰場很大 用馬到處去通 其實是通訊兵 是通訊兵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武士和騎兵 騎馬武士 那間的分別 沒有騎兵 如果在歷史上說 他們 照武田家 那些歷史書寫 他們當時是沒有一隊 叫做騎兵隊 即是沒有這個編制 沒有這個編制 他們其實是 每一個武家 即是每一個武士 就要向大明提供 大明即是諸侯 即是諸侯 每一家人要提供三名騎馬武士 不是騎兵 是騎馬武士 即是有三個擁護 他們不是騎兵衝鋒的 他們是三個騎馬上指揮的人 是武士階級 所以有些人問 你會不會三個騎馬 全部騎馬追馬 就是騎兵隊 是不行的 因為他的三個武士 騎馬武士 他後面還有五個鐵炮兵 還有五個長刀兵 十個長槍兵 還有兩把弓 還有三支騎手 這麼貴 即是有二十八人 他一個小組有二十八人 而三個騎馬武士 屬於指揮來的 所以武田信員不可能 將這三個武士抽出來 然後組織另一個騎兵隊去打 這樣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一離開 那些人就沒有人指揮 他就變成說不可能這樣 所以他說武田的騎兵勁 是因為武士本身 是可以傳遞消息很快 第二其實他們這些騎馬武士 主要的作戰能力 都不是在馬上 即是一田落馬 落馬打 即是他真的要打的時候 他也落馬去打 這個就是說 在三十年前的日本 所以很多歷史學家 已經找到很多歷史的東西 支持了這個說法 所以我們一向以為 武田家有騎兵隊 這個概念 其實是假的 其實就是電影做出來的 哦 那這套戲很好看 真實情況就不是這樣 但剛才提到鐵炮兵是什麼 鐵炮兵就是火城槍的兵 即他自己都有 他就不夠信長 暗依賴他 信長有 即是如果看小說有三千 但其實在這場 這個長小之戰 他呢 是沒有三千的 只有千多 其實呢 德川那邊 就反而 大部分主要用步兵 嗯 嗯 好啊 但我們看這套戲呢 有舞的嘛 是的 那真實情況是否真的有舞呢 歷史上就沒有 沒有反而 那套戲就有說有舞 然後有些人也有跳舞 是的 那些是偶像是加工的 藝術加工 就是比他好像遊戲一樣 有些人跳舞 哈哈 是啊 但是如果我們看那個 譬如這些火城槍呢 其實他的射程有多遠 知道嗎 很像我上去說 大概一百米左右 一百米左右 一百米左右很遠 一百米的問題 一百米打到那裡 那些人是不死的了 哈哈 即是打到是 打到的 哈哈 那他如果 譬如要被他衝動過來 其實他們都會輸 所以其實呢 如果用這些馬防山去做 你未必能擋得到對方的衝擊 因為對方的衝擊不是用馬 都是用人來衝 都是用人來衝 所以其實這次那個 其實他的戰爭 這個戰爭 他不是靠馬防山那麼簡單 馬防山是放在最前 阻礙他們的角色 但是所謂馬防山的意思 是不是是地形 還是怎樣 不是用木去做 用木去做 即是這些木蘭 即現在我們在後面見到這些 這些木蘭 就是插在斜斜向上 馬不可以攻前的 是防止那些派行得太快 以及阻止那些兵行得太快 那麼馬防山不是他的重點 馬防山 不過呢 因為在小說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 要標榜信長那個智謀 即是很聰明 說他每一個兵士出發的時候 他突然跟兵士說 每人要帶一棵木 帶一扎繩 就沒有告訴兵士做什麼 就要每個兵士都這樣 去到後 就扎了一個馬防山 然後標榜信長很厲害 已經預知了對方的攻勢 一早就有這個防範 他的阻擋能力又很高 令馬又衝不來 其實就是想誇耀信長軍事的智謂 是啊 但其實不是靠這樣 馬防山只不過在最前面 做一個報復 其實最重要 反而在後面 在後面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鎮城報支 他這個山後面的斜坡 就搭了三個土牆 在土牆下 中間的洞 就是用來打火城槍 有三層高的 然後在前面 馬防山 減慢你的向前速度 然後上面 三個不同的高度 三個人一組 就打火城槍 就變成 令到兵士攻來的時候 死傷都很厲害 死傷很厲害 但是如果沒有牌槍的話 他真實的情況是怎樣打呢 如果沒有牌槍 就不是信長 因為信長最出名 因為他第一個想到 主力是用槍 他就可以賣了這麼多槍 但如果你看到武田 他們主要是用步兵 用刀兵 槍不是沒有 只是比較佔少數 是啊 但是結果當然 這個騎兵就是完全敗陣 沒有騎兵 就是武田 武士是敗陣的 武士是敗陣的 但是打這場仗 本身其實對日本的歷史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 但Anyway 我們留在第三節去講 其實他當時有沒有考據過 比如說那些武士 或者騎兵 不是騎兵 那些武士的裝備是怎樣的呢 跟我們那時候講的 其實他主要用刀 我們叫什麼 砍刀 即是我們第一次 第一集講 對 主要是靠那些 即是打仗 也用一些長矛 即是用那些 即我們叫竹兵 其實竹兵是佔了他的戰爭 很大的一個 什麼竹兵 竹兵就是那些步兵 其實佔了很大的比例 實際上他們都是騎兵夾步兵 先找騎兵衝鋒 接著就是步兵 不是騎兵不是衝鋒 那些騎兵是叫騎馬武士 不是衝鋒 在後面指揮 指揮 但是一組 一組二十八人 十個握長槍刀 五個握長刀 然後五個握鐵炮 即是握火城槍 然後兩個射弓箭 即是說 其實這一班才是主力 嗯 那你握長槍兵一定是捕兵 那你握長槍兵一定是捕兵 一定是捕兵 即是每一隊 每一隊人 都有十個握長槍的捕兵 即是說 這班人才是主力 嗯 但是如果打到埋伸 槍就再不大了 是吧 當然他是不是 用馬防山 令到你的速度減慢了 然後他在衣衫的邪波上面 就弄了三層高的鐵炮陣地 有一千枝 一千枝 他整個很長的 兩公里的那個防線 另一邊就是德川 德川其實是用步兵的 德川也是用捕兵 用步兵向前面 去挑釁武田家的士兵 引他們到馬防山 然後用火城槍射他們 所以用這種方法 就殺傷了他很多 但其實我們看回那個 就是你說 我們聽上去好像 積田他們的火城槍 殺傷了這個 武田家的士兵很多 其實看上去死傷 不是差很遠的 就是大概 九千幾對萬二 即是說 武田家是死了萬二人 但是積田和德川聯軍 都死了九千人 其實雙七不是很多 雙七三千多 就是不要看得 說武田交易 輸到開行 其實只剩三千人 好了 我們解釋過 這個就是 戰術上 在日本的歷史 就是一個突破 但是 為什麼會打呢 下次回來 我們就講講